夫妻封床睡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,尤其是一些已经结婚许多年的夫妻,更愿意在亲密过后去尝试这种生活方式。 当然,正常的情况下,夫妻都应该是共整眠的。 如果真的出现了封床睡,对夫妻的感情有多大影响呢? 本文是从女性视角剖析这种影响,并采访了三个身边的女性,听听她们真实的心声。 1.张女士,分床睡让我们更自由。张女士说她们的家庭比较特殊,因为她和老公的工作时间几乎是分开的。 也就是说当老公想要休息的时候,她基本是在忙着工作,而当她想要休息的时候,老公正在工作。 她是做设计,老公是做销售的,导致两个人经常会因为这些事情产生矛盾。 她在画设计作品的时候,老公会抱怨她打扰到了自己,她想要睡觉的时候,却又抱怨老公收拾药区陪客户。 两个人总是休息不好,后来商量最后还是决定分床睡。 许多人觉得分床睡会影响夫妻的感情,但就张女士的感觉而言,两个人不睡在一起其实挺好的。 毕竟没有风具,只是封了睡觉的房间,生活依然可以很恩爱。 张女士觉得分床给了彼此更好的独立空间,更多的神秘感和自由。 2.萧女士因为照顾孩子而分床。 萧女士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分床睡,因为自己怀孕之后照顾孩子。 大家都知道小孩子是非常折磨人的,有时候半夜哭了,妈妈都要过来喂奶,还有换料布等等事情,可以说会非常影响睡眠。 混巧那个时候萧女士的老公在负责一个大的项目,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。 萧女士主动提出分床睡,这让老公很是感动。 但是封床睡了两个星期,萧女士觉得感情变淡了,又让老公在不忙工作的周末来陪她,她说因为我想让她知道我需要她。 如今两个人已经不封床睡了,婚姻依然幸福。 3.焦女士 封床睡回掉了我的婚姻,我的封床睡是反面教材,在恋爱的时候我们有过婚前同居。 那个时候吵架了,我就让她去沙发睡,后来结婚之后我也是这么做,开始的时候她会去,也会哄我。 后来慢慢的她觉得累了,索性就搬出去和我封床睡了。 封床睡之后我们的感情迅速下降,基本上都不怎么说话,再后来我发现了她的出轨,这段婚姻就彻底结束了。 后来我反思了这段婚姻,我觉得吵架开始封床睡是好的,那个时候可以让彼此更加冷静,不至于制造更大的矛盾。 但是封床睡的时间久了,如果不联系,谁都没有办法保证感情不变态。 这是我给年轻夫妻的建议,可以封床睡,但是一定要定期保持联系。 通过以上三位女士的真实反馈,我们明白封床睡对于婚姻有好处,也有弊端。 最关键的是它要因人而异,因事而异。 如果夫妻之间感情浓厚,偶尔分床睡还会有好处,但如果彼此感情基础薄弱,分床睡反而就不合适了。 尤其是长时间的分床睡,一旦不定期保持联系,婚姻一定会出现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